中場 腳步呢它有分單打跟雙打 那單打是一對一的狀態 我們打的球我們都會回到六個點的中間去做防守 去做準備 單打裡面我們是有兩個人的嘛 所以我們的腳步其實是 深層前場中場跟後場 我打完球我是回後場中間做準備 我打完球我是回中場中間 或是前場的中間去做準備 而且我們所要處理的球 都是比較快的那種平抽球 所以它的移動方式 它一定要跟單打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探究竟 單打的前場的腳步 會有很多的側並步 跟很多的小碎步 它可能需要做很多的調整 我們應該是要讓身體保持正面 然後我們是站著離這個T Junction 有一段距離 這樣是最好的 這樣子的話在籃推球的時候 防守的反應時間會比較多 那我們的腳是打開來 然後讓身體挺直 因為你要記住我們跟單打不一樣 單打是我們要自己手六個點 然後我們要做一個重心前壓的動作 但是在雙打的時候 我現在是主動狀態 我不是防守狀態 所以我們是保持身體 上半身是直的狀態 這樣會比較好 攔截 站在梯子點後面這一步的時候 我們在旁邊的球 我們是用一個側跳的方式 墊步墊步然後側跳的方式 我向左邊側跳一步 跟右邊側跳一步 再加球拍伸過去 我這樣過來加球拍伸過去 就可以攔截掉70%到80%的球 超過這個範圍的球 我才會需要做一個腳往前伸 或是往左邊移動的動作 去擊打這個球 像這邊也是一樣 像這邊也是一樣 像我要讓身體盡量保持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我壓出去的球 絕對會比較有威力 擊球連保持在身體的前方 頭的上方 這樣的球會更有威力 這是我們前場要注意的部分 在中場的雙打的腳步裡面 我這邊的球其實是要做一個 側跳的動作去壓球 它其實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身體不要隨便側身 側身的話是力量是變強的 但是很多時候在雙打裡面 來球都非常的平非常的快 你的側身以後還要再轉過來 是非常花時間的 所以雙打選手有沒有 你看很多他們在殺球的時候 動作都很小 只是靠上半身的力量去下壓 靠手的力量去下壓 不是每一顆球都要用全身的力量去殺 那側跳的話會是長這樣子 能力夠的話 肌力夠的話我們從中間直接 往左跳 往右跳 那如果球比較遠的時候 我們墊一步以後 再起跳 墊一步以後 再起跳 這也是可以讓你更接近這個球 後場的腳步的話 我們跟單打不一樣 我們不用回到中間的位置 所以我們大概是回到後場的位置 甚至說我們是在殺完球 只回重心就好 殺完球只回重心就可以了 不用完全的回到中間 但是一樣我們在後場的時候 比較高的球 我們帶入一個側身的動作 可是如果當球速比較快的時候 或者是想要突擊的時候 其實我們用正面的力量 身體是正的去殺就可以了 擴胸殺 擴胸殺 就可以了 所以它在雙打裡面 其實它的側身動作是比單打少非常多的 就這樣 なんだ 2 3 4 4 7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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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